YESH 大家好,我是Taka 這是一個介紹日本職棒為主的頻道,希望你們會喜歡 去年球季結束後,尚元浩志和阿布聖蜘蛛等人 加上今年球季騰川球兒、極劍一起、武神蘭亮太亞和十元慶幸等球星引退後 讓人有種一個日直的輝煌世代又要過去了的感慨 今天要介紹的球員絕對也是這個世代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球員生涯可以說是從小就一路不順遂 經歷學生時期的退隊、球隊轉賣、幾度的肩膀傷勢 兩度口關大聯盟只為了證明自己的身手 最後終於在大聯盟投出五彎打比賽 今年在他的隱退和金騰一速的戰力外痛之後 最後的金鐵戰士只剩下板口智隆一人 讓我們進今天的主題 言威九智、日文名岩熊、岩熊、催眠術師、杜的貴公子 1981年於東京都的東大河市出生 190公分95公斤,是一名右頭右打的球員 首輩位置是投手 20年每日職棒生涯累計370場出賽 176勝、106敗 2393局的投球送出1873K 防禦率是3.3 拿過兩次的聖頭王、一次防禦率王、一次的哲村賞 兩次的最佳九人和一屆的陽聯MVP 同時他也是09年經典賽的冠軍成員之一 言威雖然出生於東京都 但東大河市其實是緊鄰奇遇縣的東京郊區 距離西武的主場大約只有2公里 而在言威開始接觸棒球的年紀 西武師在7年內一共拿了6年的日本衣 在當時是投手王國的西武 也讓言威從小就立志成為一名投手 於是他加入了當地的少棒隊開始他的球員生涯 一路打到高中後 言威進到了絕越高校就讀 之前幾段紅河的影片 就有許多人在留言詢問絕越高校 是的,絕越高校就是那所產出了許多知名藝人的高中 啊還有,念哭真的太難聽了,所以不要糾正我 除了藝人,其實絕越高校的野球部也表現得相當出色 言威在進到高中的球隊後 被當時擔任監督的商園教練發現 他的上半身有著很好的柔軟度 但下半身卻不太協調 加上當時就有著接近190公分的言威 體重卻不到70公斤 商園教練雖然看出言威具有很好的投手之職 但為了讓他成為更好的投手 教練決定讓言威先去守三壘 以增加他運用下半身的能力 不過從小就擔任投手的言威 突然被這樣的調動,讓他在三壘的手臂上是失誤連連 言威還一度認為教練根本就是看他沒有 讓他感到相當沒面子 商園教練在當時也沒有跟言威說過為什麼他要這麼做 搞得像漫畫劇情一樣 要等他哪時自己想通才會徹底覺醒的樣子 而且教練後來還要求原本通行上學的言威 一起住進宿舍跟大家一起吃飯 原因是因為言威超挑食怕他營養不良 就這樣各種的不順遂加上球場上的不得志 讓言威忍不下去跟教練說了我要退隊 商園教練聽到言威這樣說 雖然感到驚訝 不過還是對他說 那之後你就不用來練習了 那今天你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還沒啦還沒還沒 在言威退隊半個月之後 他還是拿著球具回到球場跟教練道歉 並說他想要回到球隊 據說言威是被之前少棒隊的教練叫回去罵了一頓 要他不要小看棒球 而受起了傲氣後的言威 在商園教練兩年的指導下 他在高二的秋季重回投手球 初登板就投出一場七局無事分的好投 突然出現這樣的高大投手 也開始引起了球探的關注 當時靜田猛牛隊的球探三本泰先生 原本抱著臭熱鬧的心態 倒賞看了一下言威的比賽 不看還好一看整個驚為天人 從此被言威圈粉 不過在言威高三那年西東京大會的四強戰 身為球隊王牌投手的他主投七局 被打下了八分提前結束比賽 這讓職業球探對他的評價重新做了考量 直到1999年的選秀會上 其實最初言威也是沒有在靜田的選秀規劃內的 是在球探強力可以說是死命的拜託下 甚至掛了保證言威是會成為怪物的誘頭 球團最終才在第五輪選軍言威入隊 當時的簽約金是4000萬日圓 年薪500萬日圓 通電的選秀會還有田中賢介 清水執行和傳奇中澤等人 2000年球季 剛進到職棒的言威 球團不急著讓他投球 先將他進行了肉體的改造 球季結束後 他在被派往黑潮聯盟集訓時 走出了149公里的急速 也開始獲得了教練團的期待 2001年球季 言威在5月被登陸上一軍 很快的他在29號堆上火腿的一場 兩隊共動用了16名投手的亂戰中生涯初登板 雖然他被小利元到大打了一隻陽春砲被追平比數 但後面也靠著隊友中村季陽的滿罐砲 言威初登板就拿下了生涯首勝 後面的賽程言威開始擔任先發出賽 8場的先發他拿下了4勝2敗的成績 防禦是4.53 言威也在這年金鐵打進日本一大賽時被帶進了28人名單 他在日本一大賽上的第二戰先發 只投了2.1局就失掉3分 退場後5關勝敗 雖然言威和金鐵隊都在冠軍賽上失利 但言威季賽的好表現也讓他在2002年球季成為先發輪值的一員 總計他23場先發拿下8勝7敗 反應率3.69 一躍成為了金鐵隊表現最好的本土投手 而言威也因為有著高大的身材加上帥氣的外表 儘管他在那年底和對上打擊教練的女兒結了婚 還是吸引了大量女粉絲的關注 球團當然也沒有放過這個機會大力的宣傳一波 言威也沒有辜負球團的期望 他在接下來的兩年球季都拿下了15勝 反應率分別是3.45和3.01 其中04年更是拿下了勝投王和最優秀投手賞 季中他也曾入選雅典奧運的國家代表隊 就這樣言威完完全全的變成了金鐵隊的王牌投手 不過這樣看似前途一片光明的言威 卻在這年球季末遭到人生的第一大難題 04年的球界在編事件詳細情形形點右上角觀看 細節我就先不在這邊多說了 金鐵的猛牛隊被合併後 索性言威的身手是歐利士和樂天都極力爭取的目標 言威在最後被歐利士先行選上 不過他卻堅持不肯為歐利士效命 始終站在和球員工會同一陣線 其中還有個原因是樂天找來了言威的岳父廣橋公壽 擔任對上一軍的跑累守備教練 這使得就連歐利士老闆親自拜託言威說 不然你先在這邊頭一年再轉隊好嗎? 如此委屈球權言威還是不為所動 因為言威的堅持拒絕 最後歐利士迫於無奈只好用金錢交易的方式把言威交易到樂天 2005年球季 言威在新成立的樂天隊當中成為了陣中最倚重的先發投手 他在樂天隊時的第一場比賽擔任先發出賽 直接完頭9局被打5隻安打 只失掉1分的飛智則分 那成為了樂天隊時首位的勝利投手 後面的比賽因為樂天畢竟是全新的球隊 可以預期的成績會非常慘淡 而言威整年吃了全隊最多的182.1局的投球 拿下9勝15敗、124次三陣、防禦力4.99的成績 其中9勝全部都是完頭勝,真的有夠帥 而雖然言威本來就有著耐頭和省球術的特性 但其實技中言威的肩膀早就出現過傷勢 不過因為真宗無人可用的情況下 也孫劍都還是讓他持續的出賽 最終球技結束後言威肩膀的傷勢整個徹底爆發了 在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後 言威在06年球技的8月回到一軍 不過當時日職的新規定禁止了兩段式的投球 最初就是以兩段式出名的言威自然也出現了不少失音上的影響 導致他在06、07兩年的球技一共只拿下了6勝 在球場上的不順遂也連帶著影響到言威的情緒 在07年季中的一場比賽 言威在賽前就和野村克哲教練有了口角 後面因為隊友的守備失分 言威的心態更是整個炸了 在休息室和野村教練有了激烈的衝突 這當然也引起了野村克也監督的關注 首先在情緒穩定下來後 言威也和野村教練道歉 畢竟兩人都是畢業至絕月高校的學長學弟 而野村父子也沒有出現8點檔班的同仇敵愷 反而都更希望能夠幫助言威找回昔日的身手 到了球季末 言威為了消除肩膀的傷勢進行了手術 在08年球季 言威再度擔任球隊的開幕戰先發 他投出7局11分的好投 但球隊卻吞下了敗戰 不過言威也在這場比賽之後狀況是越來越好 雖然沒能入選北京奧運的代表隊名單 但他也在8月先是破了自己生涯最多的16勝 整季更是收下了21勝 這是繼1985年的佐藤一哲之後 楊玲再次出現21勝的紀錄 他也以8x4的勝率和1.87的防禦率拿下了投手的三冠王 他在這年的表現比聲勢如日中天的達比修友還要亮眼 球季結束後 他也獲得了季賽的MVP 以及哲孫賞的投手最高榮譽 09年球季前 言威也入選了經典賽的代表隊名單 他和松板大斧、達比修友三人組成了這間賽會的先發三本柱 整個賽會他三場的先發出賽 20局投球防禦率只有1.35 不過在他先發時都得不到隊友的火力支援 其中言威在賽會最著名的一場比賽 就是在冠軍賽對上韓國的比賽中 言威主投7.2局失2分的優質先發 雖然退場後被韓國隊追平比數 不過最後還是靠著林木一兩的安打日本隊拿下2連霸 在有投球數限制的情況下言威還能投到7.2局 這也再次凸顯出言威投球的特性 他總是能以精準的控球和刁鑽的變化球 讓打者打出不一樣的擊球內容製造出局數 賽後雖然有松板大斧拿下了賽會的MVP 不過言威的好表現也讓整個日本隊為之瘋狂 拿下MVP的松板也說 我完全沒有想到我會拿到這個獎 我的表現沒有辦法和言威相比 這個獎應該是他的 之後的慶功宴上 言威也被隊友們高高的舉起大喊著Kuma的名字 相信那時候的言威一定也是許多球迷心中的英雄 回到賽季後 言威依舊維持著強投身手 樂天也在神之子田中降大的覺醒下 球隊在成軍5年後首度打進了季後賽 季後賽的兩輪 言威各投出了一場玩頭 拿到一勝一敗 在第二輪面對火腿最後被水移戰的關鍵打席 言威自動傾音上場想要解決火腿的洋將Sledge 結果卻被打出了自勝的三分砲 雖然言威本人一定感到非常的懊悔 但我想隊上和球迷應該都是心疼他大過於責罵吧 格尼的2010年球季 言威先達成了生涯的1000K後 再拿下生涯通算的100勝 整季28場先發 201局的投球拿下10勝9敗 防禦率2.82的成績 他成了連三年都是10勝級以上的投手 球季結束後 言威和球團達成協議 他將透過入閘制度前往挑戰大聯盟 而當時在入閘制度上其實還有著不少的漏洞 簡單來說就是在運動家得標言威的交涉權後 如果沒有交涉成功 言威在隔年就只能回到樂天 不得再與其他球團接觸 而言威就這樣成了制度下的犧牲者 至於為何言威和運動家破局的原因眾縮紛紛 有傳聞運動家以高價得標交涉權卻開出很低的薪水 也有傳聞是言威制止大開口 要求7年1億2500萬美元的超大超長合約 總之最後沒能達成協議 但真相是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2011年球季 雖然沒能達成挑戰大聯盟的夢想 但言威還是拿出了穩定的表現 雖然在季中因為肩膀傷勢修養了一段期間 整年只有17場出賽拿下6勝7敗 但高達82.4%的優質先發率加上只有2.42%的防禦率 還是維持著王牌投手等級的身手 終於在這年球季結束後 在現前高中時期發覺言威的球探三本泰到了水手隊擔任球探 他也再次的向水手隊推薦了這名優秀的投手 言威以一年150萬加上340萬激勵獎金的條件加盟水手 2012年球季言威在春訓時的先發表現不是非常理想 大聯盟的起步被安排為中繼投手 甚至有不少場次都是敗戰處理投手 不過隨著初賽越來越好的表現也開始有著先發的機會 7月30的比賽中言威投出7局11分的好投拿下先發的首勝 此後他逐漸得到教練團的信任 最終他在這年先發的成績是8勝4敗 防禦率2.65的優質表現 球季結束後他也獲得了一張2年1400萬美元的合約 2013年球季言威在開幕就進到了先發的輪值名單 他整計33場的先發初賽拿下14勝6敗 一共219.2局的投球送出185次三陣 防禦率只有2.66 WHIP更是只有1.01 言威的投球表現也讓美國媒體給他起了催眠式的綽號 他維持者在日本時總是讓達者打不好的特性 在控球能力以及角度上甚至又更上一層樓了 每次投球都會讓達者以為是好攻擊的球 最後卻都不是有效的擊球像是被催眠了一般 言威在這年平均每局的投球數大約是13球 而且整年只投出了42次的保送 比比9是1.72 各種驚人的數據讓他在這年的賽洋獎票選上位居第三 這年可以說是言威到大聯盟以來最瘋狂的一年 後面的幾年球季 言威在投球上的各項數據依舊維持著很高的水準 三年一共拿了40勝 2015年球季雖然他因為又被捕的傷勢曾經到傷兵名單 不過在那年8月12對上菁英的比賽 他只用了116球投出了到大聯盟後初次的玩頭玩風勝 而且不只玩頭玩風 比賽結束時的計分板上菁英隊的那列一共掛上了12個0 言威成了繼2001年的野貌英雄以來 史上第二位日本投手在大聯盟投出吳安達比賽 還記得當時我的臉書也被言威的吳安達洗了好幾輪啊 16年球季結束後 成為自由球員的言威 曾和道琪達成3年4500萬美元的合約共識 不過言威從進職棒開始各種大小傷勢不斷 道琪本來就對爭取言威帶有一絲疑慮 最終言威還真的沒有通過道琪隊的體檢 合約也就因此告吹了 不過已經共識了5年的水手隊還是很相信言威的身手 將他用1年附帶2年的選擇權合約帶回了水手隊 不過到了2017年球季 證明了當時道琪隊的判斷是正確的 言威在投了6場的先發後 右肩的傷勢爆發了 在經過機密的檢查後研判 言威需要4-6週的時間復原 之後在幾次的復健賽 言威的肩膀始終沒有好轉 導致他在球季結束後也沒能獲得水手隊的續約 但是還沒有打算就死結束棒球生涯的言威 先是動了關節的輕創手術 18年和水手隊簽下了小聯盟的合約降至EA成績養傷 不過在EA最終也只投了3場比賽沒能回到大聯盟 球季結束後 言威選擇回到日本職棒延續他的棒球生涯 居然對用2000萬日元的年薪簽下了37歲而且帶傷的言威 期待著他還能保有明星級的身手 不過最終肩膀的傷勢還是沒能讓言威以最佳的姿態回到投手球 19年球季他只在二軍出賽了兩場 還有著142公里左右的球速 雖然沒有掉分也沒有被急速安打 但是言威從他之後在一二軍就沒有留下出賽紀錄了 2020年球季10月19號 這位已經在職業球場上奮鬥20年的老將 宣布將在球季結束後退退 從我開始結束日職時的黃金松板世代 在明年球季只會剩下松板以及何天益兩位現役選手 這也意味著這個世代即將走入歷史 真是感慨啊 最後簡單談一下言威的投球 先前提到言威的控球能力非常非常的好 他在日職通算的BB9只有1.99 非常驚人 他的職球極速是154公里 均速大約是144公里左右 但在每日職都可以說是只有普通的球速到底是怎麼生存的呢? 因為言威有著一顆被評為是那個時代投的最棒的紫插球 這顆紫插球當時在經典賽大放異彩 讓古巴隊和韓國隊都吃足了苦頭 而除了紫插球 言威的滑球和曲球也都投得相當出色 到了大聯盟後 他開始使用較多的卡特球和神卡球 搭配上他那堪稱完美的控球 讓他在大聯盟成為了頂尖的投手 而他原本在禁鐵時期招牌的二段式投球 讓我想起了中職兄弟相有段時間 有一票投手都採用了和言威相似的投球動作 在二段式投球被禁止後 言威也很快地適應了這項規則 而且言威的投球還有個特別要提一下的特點 他的整個投球時間非常的短 壘上美人用二段式投球時 他能夠非常有效地影響打者的節奏 如果壘上有人時 這個快速出手的優點讓他在2014年球季 曾創下倍刀累率0%的紀錄 身為一個右投手 這個紀錄實在驚人 長了一大堆言威的優點是因為他真的很強 唯一的致命傷就是從05年肩膀手勢爆炸之後 身體也開始出現了玻璃的屬性 雖然他在樂天中後期有非常著重下半身的訓練 這樣的訓練讓他在後來 能夠更有效地運用下半身以減薪肩膀的負擔 使他能夠一路投到了大聯盟去 但個人認為主要是因為言威投出來的球的質量 和他高大卻不是非常強大的身體不成正比的關係吧 想到這可能會有很多人不認同我的說法 多半會覺得反正言威就是被超壞的啊 為何否認言威在05年那年不要命班的投球量 後來穩定出賽也幾乎是長長一丟就是破百球 但是他不是還是這樣投了這麼多年嗎? 扣掉後面的兩年 再扣掉大商出賽較少的那幾年 言威的巔峰時期大約有個13、14年 要像言威投出這樣成績的投手真的沒幾個 更何況在日子平均的球員年制是9年 言威甚至還在大聯盟有4年的巔峰 如果他每場少丟個10球能夠多投5年嗎? 如果能的話這5年又會有什麼樣的成績? 你們怎麼看呢?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出去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